拿出客人早早預定的肉塊 知名和牛品牌的冷凍倉儲 二四號被新北衛生局查獲 牛油根邊絞肉大約一千公斤 尚未期限是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 冷凍品衛生局也是有提搭 那知名零售這邊的肉體 都是下棋裡面都沒有 出去的東西都會 都會就是檢查過 對 然後下棋什麼也都會檢查過 避免汙囊的狀況 那一般就是 東西的話如果 因為一定會有些過期的東西 過期的東西在商庫也都是會分開放 遭到稽查的就是 宣榮公司位在細紙的倉儲 旗下兩個品牌 和牛石圖負責實體銷售 自賀儀式以宅配為主 就是遭民眾檢舉的品牌 肉品他預期要做報廢 跟會計師跟報廢的公司處理的流程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會 擠一批貨之後開始處理 冷藏的進口肉品會標示 賞味期限 業者拿到分切冷凍 會有新的有效期限 處理過的盒裝 期限通常八個月 原肉塊是兩年 每兩個月送宴一次 有合格報告就符合規範 根據了解 宣榮號稱北台灣最大盒牛供應商 引進國內八成的淨江牛 下游餐廳遍布雙北高級燒肉店 那限期要求業者提具相關的資料證明來 離清是否有過期重新包裝販售的一個情形 衛生局初步判定 升榮公司銷售給餐飲業的冷藏產品 沒有查到過期狀況 冷凍肉品的部分 目前通知當地衛生局協助離清 也請業者提供詳細資料 是否開罰有待調查 三連新聞 徐趙宇 喜歡台北四方報道